拜上帝离开日 思想着欢迎 亲爱的秀比喻大家的平安 很开心我们一同来敬拜上帝 亲爱的秀比喻不晓得在 你以前的经验当中 有没有曾经犯下错误 或是做错的事情 那我们面对的结果 或是承担的后果 跟代价有什么吗 我们真的要谦虚 把那个代价跟那个后果 真的常常放在心里面 成为我们的提醒 因为这些的提醒都是好的 要让我们的生命 走在正确的路上 走在丰富跟祝福的路上 在世界万物当中 真的有一些事情 是我们要避免它的 我们避免之后 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成长茁壮 也会在上帝的带领当中 我们经历丰富的生命 虽然我们有些时候 可能会觉得 啊这一点点小错事 没有关系啦 可是真的错事就是错的事 对的事就是对的事 我们一定要拒绝那恶的事 因为才不会让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被恶陷入在其中 就真的成为一个很大的 放得下很大错误 真的要常常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即使一点点小的事 我们都要远离它 今天的信息里头 我们一起要来认真的听 让我们保守我们的生命 可以常常在好的状态 正确的状态 活出正确的生命来 这对我们很重要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我们的生命的主 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中 上帝你让我们的心 看清楚上帝你 所要交代我们的事 主你让我们心不要 模模糊糊 不要随随便便 主你让我们的心 警醒 敬畏 认真的选择 主你所交代我们的事去做 主你所交代我们不要去做的是 主啊 恳求你赐给我们坚强的力量 让我们可以拒绝它 与它分离 从来不 不要去想 不一定会这样子发生 主主 让我们心可目真理 可目对的事 而可目亲近你 让我们的心远离恶事 谢谢你 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今天能够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恶 认真的领受上帝你的话语 主 因为你的信息 对我们的生命很重要 主把我们自己摆上 我们同心祷告奉主的名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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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降臨你的心電 我們就敬拜心堅堅 拜上帝降臨是頌著開心 因為上帝照顧老眼他聽咱嚼日 拜上帝降臨濃縱著心事 因為上帝愛降臨以往困來過日 拜上帝降臨是頌著開心 因為上帝照顧老眼他聽咱嚼日 拜上帝降臨濃縱著心事 因為上帝帶降臨以往困來過日 沒有 所以呢上帝的愛就是這麼的大 這麼的遠這麼的深喔 那也因為他很愛我們 我們也應該要很愛他 所以呢我們常常就要和他有連結 在每天我們是不是都有讀經有禱告 來敬拜上帝 禮拜天我們也會來教會做禮拜 所以呢我們就像枝子一樣 上帝就是葡萄樹 我們要常常跟他有連結 那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你是葡萄樹 你是葡萄樹 我是枝子 離開了你我不能做什麼 你是葡萄樹 我是枝子 我是枝子 我常在你裡面 你也在我裡面 每一天在你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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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靈 依靠你所需 聖靈 來帶領 好小朋友我們再唱一次的時候 我們要一起來做這首歌的動作 你是葡萄樹 你是葡萄樹 我是枝子 離開了你我不能做什麼 你是葡萄樹 我是枝子 我常在你裡面 你也在我裡面 每一天在你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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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靈 依靠你心才有力量來跳動 每一天在你裡面 每一天在你裡面 我的靈 依靠你所需生命 來帶領 每一天在你裡面 每一天在你裡面 我的心 定靈靈靠你心才有力量來跳動 每一天在你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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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靈 依靠你所需生命 來帶領我的靈 我的靈 依靠你所需圣灵来带领 我们每天都要记得 和上帝亲近 和上帝有连结 这样子他的圣灵才会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更强壮 也让我们更有力量哦 那我们今天的诗歌时间就到这边咯 我们的生命 生活上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的赏识 让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来奉献 咱们就会来唱逢逢的西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每一天保护引导着我们 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的心 我们的才能 还有我们的奉献 为你使用 愿上帝你祝福他 成为更多众人的帮助 我们的祷告不完全 我们要一起用耶稣的祷告文 因为祷告官邻 他们更都是你所有 大大无情 阿们 亲爱的孩子们 平安 很高兴 我们又在线上 一起敬拜上帝 在今天的故事之前 燕巴老师要问你们 如果啊 今天老师说 小朋友 这边桌上所有的玩具 你们都可以拿 你们就会挑怎么样 去挑那个自己最喜欢的玩具 然后拿去玩 甚至老师说 喜欢的都可以带回家 哇 那一定很开心 你一定会挑那个 你最喜欢玩的 最爱的玩具 把它带回家 为什么 因为老师有说可以 那如果说 老师今天说 今天这些玩具 都不能拿 因为老师有别的用途 当老师这样说的时候 即使那个玩具 你有多么喜欢 你有觉得多么想要 但是老师说了 我们是不是就不应该拿 为什么燕巴老师会讲这个 因为今天啊 我们要讲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 就是他没有遵从上帝的约定 没有听从上帝的命令 然后呢 让心里的魔鬼有机可乘 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因为这样子上帝非常的生气 也因为这样子上帝生气 处罚了以色列人 让他们战争上面失败 今天的故事是怎么样 燕巴老师等一下再说给你们听 在说故事之前 我们要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上帝 谢谢你 谢谢你 虽然可能因为某种原因 孩子们没有办法到教会 一起来敬拜上帝 但是谢谢你 能让他们有渴慕你的心 透过先上主日学 我们仍然一起来敬拜你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 求你安静 每个孩子的心 求你将你要教导他们的话语 放到他们心中 成为他们生命的帮助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的圣经经节 今天的圣经经节是记载在 约书亚记七章十一到十二节 是这样记载的 以色列人犯了罪 他们违反我的命令 背离我与他们立的约 他们拿了必须毁灭的战利品 他们偷了这些东西 跟自己的东西混在一起 收藏起来 所以以色列人无法抵抗敌人 他们败退 因为他们犯了自取灭亡的罪 除非你们毁灭那些不该拿的战利品 我不再与你们同在 OK 今天的圣经经节就是这样子 记得上个礼拜 我们听完了上帝和约书亚 同在 还有以色列人 哇 上帝与他们同在 他们用了什么方式 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 排队 绕了耶利哥城 绕了七天 每天绕一次 到了第七天 绕了七次 然后呢 祭司吹响号角 全部的人民大声呼喊 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 耶利哥城的城墙就倒塌了 以色列人就顺利的攻进了耶利哥城 哇 这样的战争的方法 如果用我们的智慧 用我们人类的智慧来想 一定觉得很不可思议吧 怎么会一群人在那边绕绕绕绕绕 城墙就倒塌了 但是在这样的故事当中 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 我们可以学习到 当我们顺服上帝 依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的时候 上帝的能力与作为 常常会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相反的 如果我们不顺从上帝的命令 虽然他是一个慈爱的神 但是他仍然会生气 他仍然会有所处罚 今天的故事就是发生在 耶利哥城城墙倒塌之后 以色列人他们要在 攻进另外一个城的时候的故事 哇 在耶利哥城 他们顺利攻进去之后 在耶利哥城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地方叫做爱城 耶稣亚派了一些人去 你们去看看 爱城里面的人多不多 哇 那些人回来跟耶稣亚说 哎呀 耶稣亚 那些城里面人很少啊 我看啊 我们不用整个军队都去攻打他们 算一算 我们可能只要派 两千到三千个人 去攻打爱城 就一定可以了 听起来是不是很容易 但是他们战争却战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在之前就吩咐以色列人 说当你们去攻打这个爱城的时候 不可以拿必须毁灭的战利品 但是呢 其中有一个人不听话 于是上帝非常的生气 圣经是这样子说的哦 圣经是这样子说上主向以色列人发烈怒 烈怒是什么 就是很大很大的气 你看当上帝看到以色列人不遵从他的命令的时候 他是会非常生气的 因为这样子不只生气 他处罚以色列人 没有跟以色列人同在 于是让他们去攻打爱城的时候 就失败了 而且不只失败 他们逃离的时候 还被杀了三十六个人 这么一个简单的战争被打败了 而且以色列人还被杀死了三十六个人 在那个时候 哇 以色列人 他们觉得上帝与他们同在 他们顺利的攻进了耶利哥城 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 他们觉得 他们应该不会失败的 可是没想到 他们遭遇了这个失败 约书亚 跟长老们 非常非常的难过 他们哭喊着 趴在约会前面 跟上帝祷告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上帝会让他们失败 孩子们 我相信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因为以色列人里面 有着不遵从上帝的命令 不准去拿该毁灭的战利品 约书亚跟长老们 爬在约会前面 大声的呼喊 说上帝啊 上帝啊 你领我们过了约旦河 然后呢 现在呢 现在居然让我们败仗 你是要毁灭我们吗 如果这样子 那何必带我们通过约旦河呢 然后上帝啊 现在以色列人民 已经在敌人面前 退败了 当这边的人 看到以色列人战败 他们会不会 更多的人来包围我们 更多的来攻打我们 这样子 我们可能会一直失败 这样子 怎么样让人家看到 你是与以色列人 同在的上帝呢 哎呀 约书亚跟长老们 一直在约过前面 一直祷告 一直呼喊着 上帝听到了 跟他们说 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 他们违反我的命令 他们拿了必须毁灭的战利品 他们偷了这些东西 跟自己的东西 混在一起 藏了起来 所以我让以色列人 无法抵抗那些敌人 因为你们不听我的命令 我就没有与你们同在 约书亚 我告诉你 上帝告诉约书亚说 站起来 去竭尽你的人民 然后呢 叫他们准备好 明天到我的面前来 到上帝的面前来 上帝要怎么说 上帝要做什么 上帝要告诉他们 因为你们不听我的命令 所以你们才会战败 而且我明天呢 会一个一个知足的叫 一个知足下面还有一个宗族 宗族下面是家族 家族里面的某一个人 我会一个一个的叫 我会在大家的面前 找出那一个 不服从我的命令的人 哇 约书亚听到 好 听了上帝的命令 就回去跟人民说 到了隔天早上之后 真的 所有以色列的人民 都来到上帝面前 然后呢 上帝就说 来你是犹大知足的 请你到前面来 哇 有十二个知足 犹大知足到前面来 上帝接着说 犹大知足里面的谢拉宗族 谢拉这个宗族的留下来 请他离开 谢拉这个宗族留下来了 人越来越少了 有没有 越来越紧张了 快被发现了 上帝接着说 谢拉宗族里面的撒底家族 撒底这个家族的家族的人 留下其他离开 越来越紧张了 人更少了 最后呢 撒底家族的人 一个一个上来 最后是谁 撒底的孙子 也就是加米的儿子 叫做亚干 他被点中了 上帝说 约束亚就是他 偷了 拿了我所吩咐 要毁灭的战利品 所以你要把这个人杀掉 还有他的家人 还有他拿的东西 所有都要杀掉 约束亚就问 亚干啊 亚干啊 你在上帝的面前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 你在上帝面前 好好认罪好不好 亚干就说 哎呀 约束亚 抱歉 我真的得罪了上帝 我真的没有听上帝的话 因为呢 我看到了一件 很漂亮的巴比伦的外袍 然后呢 还有两公斤的银子 还有半公斤的锦子 哇 我看到这些东西 我就好想要站为己有 所以我就没有把上帝的命令 放在我心中 我把这件外袍 跟银子金子拿回来 偷偷的拿到我的帐篷底下 跟我的东西藏在一起 买在下面 于是呢 约束亚就派人 哦 来你们去亚干的帐篷那边 找看看 有没有这些东西 果然 这些东西都埋在 亚干的帐篷底下 把这些东西全部挖出来之后 搬到帐篷外面 带到约束亚跟 所有以色列人的面前 在上帝的面前 然后呢 怎么样 所有的以色列人民 就抓住亚干 还有 他的家人 带到一个地方 叫做灾难谷 在那个地方 约束亚对亚对亚干说 你为什么要带来这个灾祸呢 因为你不吞通上帝的命令 今天上帝要降灾祸给你了 于是民众就用石头打死了亚干 跟他的家人 还有烧毁 他所有的东西 在那个地方 他们把他们的尸体叠起来 上面用一大堆石头压着 上面 他们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灾难谷 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上帝的怒气 才稍稍的平缓 才没有那么生气 于是上帝对耶稣亚说 接下来 你要率领 所有可以作战的人 到爱城去 不要害怕 这一次我会使你战胜爱城 然后呢 你的人民 你的他的爱城的人民 还有城镇 还有所有的土地 都归你所有 而且这一次 你们可以留下 你们在那边抓到的一些牛群 或者是在那边拿到的一些财物 哇 上帝 这一次有应许约书亚 上帝有他的安排 上帝要看到的是 你愿不愿意听从我的命令 上帝即使那些东西 原本他就已经预计 要给他的人民 可是他要的是 人民能不能听从他的命令 你看 于是约书亚 真的就开始进攻爱城 这一次约书亚很聪明 约书亚他派了五千个人 假如说爱城在这里的时候的话 他派了五千人在爱城的西边埋伏 然后约书亚自己率领军队在爱城的北边 在爱城的北边 爱城的国王看到约书亚的军队就在正前方的时候 他就开始派出军队出去攻打约书亚 整个爱城的军队全部冲啊 我们要去攻打约书亚 当爱城全部的军队都冲出去攻打约书亚的时候 埋伏在西边的五千人就趁这个机会溜进去 空无一人的爱城 把爱城放火烧了 哇 等到爱城的军队发现 我们的城被攻进去了 被火烧了 怎么办 当他们要回去的时候 来不及了 前面约书亚的军队 后面还有他们已经攻入爱城的军队 就这样子包围了爱城的士兵 爱城就这样子被约书亚 以色列的军队给打败了 孩子们 从耶利哥城还有爱城 这两场战争当中 我们有没有看到什么不同 第一个 他们有没有顺服上帝 耶利哥城 约书亚顺服上帝 带领以色列人民绕城墙齐天 有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 在爱城的时候 有亚干不遵守上帝的命令 上帝说不能拿战利品 该毁掉战利品都不能拿 所以这两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当我们听从 服从上帝的命令的时候 上帝会有他最好的安排 或许有时候我们会跟亚干一样 面临到一些诱惑 想看看喔 如果今天你走在一个空无一人的路上 突然前面地上看到一样 你很喜欢的东西 哇 可能是最新的iPhone 4 哇 可能是你很想要的Switch游戏 你看一下 诶 四周都没有人 诶 四周都没有人 你会不会有那种心里面有那个挣扎 哎呀 我好想要把他捡起来 带回家喔 我好想拿走他喔 孩子们 如果这个时候 你忘了上帝的诫命的提醒 记得上帝的诫命要提醒我们什么 不可贪心 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 如果你这个时候 把上帝的诫命忘了的话 这个时候 魔鬼的话 魔鬼的声音 就会来告诉你 拿走吧 拿走吧 这是很想要的耶 反正没有人看到 你就拿走吧 这样子我们可能就会跟亚干一样 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孩子们 当我们的心里面 如果没有上帝的话 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魔鬼的声音 很快的就会跑进来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记得上帝的诫命 一直记得上帝的教导 我们就会知道 不是我的东西 即使我再怎么喜欢 再怎么想要 我就是要告诉自己 不要贪心 不要碰 不要拿 所以当我们常常用上帝的话 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听到魔鬼的声音 魔鬼也就没有办法引诱我们犯罪 这是今天故事非常重要 我们要记得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金句 今天的金句很短 记载在以福所书四章二十七节 国语是这样子念的 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台语这样打下 亚五堂 让魔鬼有旁堂立 我们不要让魔鬼有任何一点点小缝隙 可以跑到我们的心里面 那怎么样让我们的心里面没有缝隙呢 就是用上帝的话坚固我们的心 用上帝的话把魔鬼的话 魔鬼的声音挡在外面 希望我们都能从亚干的故事当中 学到很好的经验 求上帝帮助我们 常常遵守他的话语 帮助我们除去 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的犯罪的意念 不要让魔鬼留下 引诱我们犯罪的机会 好吗 今天的故事很简单 可是也是非常重要 最后等一下有时间 眼包老师希望你可以跟你的家人 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再想一想 攻打耶利哥成 跟第一次攻打爱成 这两场战役 获胜跟失败的差别 他们各是什么原因 可以获胜跟失败 再想一想 再记在心里面 第二个问题 你有没有经历过 用上帝的话去打败魔鬼 然后做对的事情的经验 当我们去多想一想 有上帝的话 那我们没有犯罪的时候 我们对上帝的话 就会更有信心 我们就会更知道要依靠上帝 好吗 这两个问题 跟你的家人一起分享讨论 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边 下次一样 礼拜天早上十点 如果你真的有困难 没有办法到教会 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 记得打开网路 一起在线上 预备好你的心 一样虔诚地敬拜上帝 OK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亲爱的秀朋友 在今天的信息 最后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愿上帝的话 赐给我们坚强的力量 让我们执手走在对的路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提醒 教导 警告 常常放在我们的心中 主 你保守我们的心 有个可听的耳 有个可听的心 当听见你的话语 你的提醒的时候 主啊 我们就敬畏 站立在你的面前 主 谢谢你 当我们愿意这样子 附上去行的时候 主 我们晓得 我们必定能够 得到那个丰盛 生命 那个美好的果实 那个喜乐的生命 那个得到祝福的生命 主 主谢谢你 我们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主愿你保守我的心怀念 保护我们 让我们远离试探 远离罪恶 主远离那些诱惑我们的事 谢谢你 祝福我们保护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同心祷告 奉主的您祈求 阿们 现在修比喻 我们 线上主日相见 一起来敬拜上帝 也把话语 可以分享给我们身边周围的人 一起来彼此成长 平安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